之前的画图以及之前题目的内容 我们把代码也可以写一下 虽然说这个 原版这个题目中是没有写代码这一项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写一下 我们回到我们代码环境中 把之前的代码都清空掉 然后我们开始写 我们就根据跨图的顺序开始写就是了 首先来是停车场 停车场的一个类 停车场呢 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给它传入一个什么 传入一个它的所有的层 因为停车场 它是包含一个三个层的对吧 所以说list.floss 复制成floss 或者是我们这加一个增弦代码 就是或者是空数度 如果是它没有的话 就是复制成空数度 这是停车场 还有一个方法是 in 我们要穿入一个car 不是in它 是in 然后还是有个out 我们再穿入一个car 当然我们穿入car嘛 我们肯定要定一个车辆的一个类 对吧 车辆呢 其实就是 我们穿入一个number就可以了 车辆对我们停车场来说 它就是一个号码 OK 那停车场需要什么 停车场需要flow 就是层 我们又定一个flow的一个类 然后层呢 层需要穿入什么 需要穿入places 就是每个层里面有多少个车位 这个需要穿进去 还有一个 我们忘了写了 就是还有一个index 这是第几层 要穿进去 要不然就是容易混 对吧 这个index 我们在之前的图中 好像是没有加上来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 大家在大马上加上就行 这个信息不是很关键 就是整个这个题目考察的 其实就一种设计特效能力 你如果是 参与面试 遇到这个题目了 如果这个地方index 你忘记了 这个面试官不会有关系的 然后this is there places 就是这一层 有多少个停车位 对吧 我们给它写上 当然我们做个兼容方案 如果没有的话 就写上空数组 好 层里面呢 我们说有一个 empty place number 就是这一层 它到底有多少个空余车位 对吧 做这个之前呢 我们肯定还是要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车位的class 车位在处置化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需要了 它什么都不依赖 当然 我们要加一个empty的一个属性 属性就是它是不是空 当然默认是空的 默认这个停车位 是什么都没有的 对吧 然后in 就是这个停车位 停入车的时候呢 this is there empty 就复制成false 然后如果是车辆 使入的话 this is there empty 就复制成true 又回到空 对吧 这样的话 其实有车位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每层的这个空余 车位数量 就给它算出来 我们可以先写一个number 然后最后return这个number 然后我们计算 这个number的多少 this is there places places就是所有的 停车位的数量 然后for each 做一个便利 然后便利里面呢 f这个p.empty 如果是空的 那我们这个number就 加1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出 整个的这个层的 所有的空余车位的数量 对吧 好 接着我们再往上 接着我们再往上 好 我们算出每一层的 空余车位的数量呢 然后整个停车场呢 这应该还有一个 叫empty number的方法 就是我们通过 整个停车场来计算 所有层的这个空余车位的数量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flow的这个empty place number来算转 然后我们就直接return list.flows.map 然后单层 flow.index就是当前是多少层 多少个层 对吧 然后这个层 还有多少个呢 还有直接 还有直接 flow.2 我们把直接把这个方法名的给它拷过来 然后还有这些个空余 空余车位 OK 这是返回这个数组 对吧 反正数组我们可以通过 给它偏远程自乎串 然后显示出来 因为它反复的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周团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针对这个当前停车场的所有的层进行一个便利 然后呢 针对每一层我们都写上这一层还有多少个空余车位 然后最后把这个周团进行一个 Join 这样就可以返回整个停车场的每层的空余车位的数量 OK 那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还有一点就是 park里面除了停车场之外呢 我们还要继续写 就是要有这个摄像头对吧 要有摄像头 然后要有这个显示屏幕 还有一个callist 对吧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callist写上 callist复制成一个空对象 就是callist要存储摄像头 拍摄 返回的信息 车辆信息 好 那我们就先定义摄像头 camera camera里面呢 只有一个short的一个方法 对吧 short它要传入一个car 然后 它传入car之后 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其实就是一个 车辆的number 就是car的number 然后呢 是使用时间 in time 我们给它写成一个date 第二 now 好 这就是摄像头 然后 在 停车上出示范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摄像头的属性给它加上 就是new camera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 出口的screen 对吧 当然它肯定是也是new screen 在做这个之前呢 我们肯定要是要先去 创建这个类的 出口显示屏 class screen 然后screen呢 就是一个竖 竖呢 它要传入一个car和这个in time 对吧 然后这儿我们就打印一下 拆拍号 拆拍号就是car.no 当然这个拆拍号打印不打印 这都无所谓了 这是一个验证信息 对吧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停车时间 停车时间呢 就是这个date.no 就是单线的时间 减去这个in time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整个的框架我们都也写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写这个in out的这两个逻辑 就是车辆使入 车辆离开的两个逻辑 车辆使入呢 首先我们要去获取 这样通过摄像头获取信息 我们获取信息 返回到infor里面去 然后this.no cameral.shout 我们把这个car给它传进来 然后它这个车辆已经进来了 对吧 车辆已经进来的时候呢 它肯定要停到某个停车位 对吧 停到某个停车位 这个逻辑呢 我们需求中没有写 所以说我们这就随便写个就行了 就是我们写一个随机数 让它随便停下就行了 这个怎么停车 是这个题目不关心的 random 乘以100 然后取100 就是从0到100之间我们取一个随机数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随机数呢 我们获取这个随机数命中的 这个停车位 我们直接从就停到第一层嘛 第二层第三层我们都不停了 第一层 然后第二 places ok 这就是通过随机数呢 我们获取的停车位 然后获取的停车位之后呢 我们执行停车位点in 对吧 这样就停进去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停车位的信息 info.place it 就是停车位已经停进去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车停到哪个停车位上 这个信息给它放到这个info里边去 最终呢我们是记录信息 就是list.car list 我们通过这个car.number来作为k来记录信息 把info复制进去 大家看现在info有多少个属性 info通过chamera result它返回的时候呢 它是返回的一个对象 里面有number和intime对吧 intime就是时务时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又把这个当前这个停进去的这个车位 放在这个info里面去 所以说info里面它包含了是number 还有intime 还有place 这三个信息 它的这个放入car list之后呢 它的k呢是这个car.number 好这是使入 然后使出 使出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要获取信息 对吧 获取信息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car.number作为k来获取信息 我们刚才说了 信息里面有number 有intime 还有place 对吧 还有停车位 然后获取信息之后呢 我们 然后将停车位 清空 然后我们获取停车位 place 复制成info.place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给它复制进去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获取 对吧 然后place.out 就是将停车位清空 然后显示时间 就是显示时间 我们就是通过什么 this.screen.show car 然后呢 info.intime 这样就可以显示时间了 因为它有调用这个书方法 我们刚才已经定义的时候已经看了 书方法就在这 我们之前已经写过了 对吧 最后呢 我们是要清空记录 要不然就会造成内存泄漏 就是delete list.r car list 给予这个cut number的key来清空 OK 到这儿呢 我们就写完了 大家看这个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 为什么这个题目只是考察了 Umarly图 而没有考察代码 因为这个代码是比较复杂的 而画图呢 它更侧重的是一种思考的工作 而不是说手动写作的一个工作 好 这个代码写完之后 我们先保存看看 没有报错 后才再运行 刷新一下 好 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呢 我们再做一个测试吧 把这个程序真正跑起来 好 测试第一步呢 我们要处置化停车场 处置化停车场 停车场有三层 对吧 每层有100个车位 这个信息呢 我们得处置化一下 我们先定义层级 给它复入人空数组 然后呢 零 做一个循环 就是从零到三 从零到二 应该是一个循环 就是我们 一共有三个停车场 对吧 一共有三层 要把每层给它处置化了 当然处置化每层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还需要一个 还需要每层的100个车位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还得再做一个签套循环 把这个100个 100个车位给它处置化了 places 这样的话就处置化了100个车位 处置化了100个车位 都放在这个places这个速度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处置化这个单个的停车场 对吧 复制成 new flow 停车场需要传两个三层 第一个是index 就是第一层 第一层呢 我们可以通过i加1来传进 因为i一开始是零嘛 我们没有第零层 对吧 一般是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这样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places传进去 就是当前的这100个车位传进去 好 这样的话就处置化了三个层 都放在这个flows这个速度里面 通过这个三个层呢 那我们就可以处置化一个停车场 然后把这个flows传进去 好 这样的话停车场就处置化完了 然后我们再处置化车辆 我们就写car1复制成newcar 然后number是吧 a1 啊 number写100吧 就车辆的车牌号 然后castcar2复制成 然后200 300啊 这是处置化车辆 然后呢 我们再去模拟一下车辆的这个 使入和离开 当然模拟之前我们还是先保存 看看有没有错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儿已经处置化了一个park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它这是什么东西 这儿不是全局的 我们这儿没法打印 我们待会再说吧 首先要模拟这个车辆的使入和离开 我们就通过这个contel log来写入式 第一辆车进入 然后进入之前我们说过 我们要先显示什么park.appsendember 就显示这个整个停车场的每次呢 这个公开车位数量 对吧 然后park.in 就是car1 就是把car1使入停车场 这是第一辆车进入 接下来呢 是第二辆车进入 还是一样 我们要显示停车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每层的这个空气车位数量 然后park.in 什么呢 car2 这是第二辆车进入 然后呢 是 第一辆车 离开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park.out car1 第一辆车离开 然后是第二辆车 第二辆车 离开 就是park.out car2 对吧 好 这样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干嘛呢 我们再去把第三辆车 试入和第三辆车离开 大家看一下 先进一辆 再进一辆 再出一辆 再出一辆 然后再进一辆 再出一辆 这样的话 看的比较全面性 第三辆车进入 也是先显示空余的车位数量 然后呢 把car3进去 然后呢 再是第三辆车 离开 好 car3 OK 这样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 我们保存一下 这儿有一个错误 我们简单看一下 是什么问题 应该是写错了 应该是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floss 应该是floss 好 再保存 刷新 好 大家看啊 第一辆车进入 第一层有100个 第二层100个 第三层100个 这个没问题 对吧 然后第二辆车进入 第一层呢 还有99个 因为已经进了一辆了 对吧 第二层100个 第三层100个 然后第一辆车离开 车白号100 停留时间5毫秒 然后车白号 第二辆车离开 车白号200 停留时间4毫秒 然后第三辆车进入 大家看离开两辆车之后 第三辆车进入 这个第一层100个 第二层100个 第三层100个 这个都没问题 对吧 因为之前的车都已经离开了 然后第三辆车离开 车白号是300 然后停留时间是1毫秒 好 这样的话就已经 写完了 这个测试代码其实也挺麻烦的 大家看就是 如果是你把之前的UMR内图 换完之后 这个写代码完全变成了一个体力活 就是写起来还挺麻烦的 所以说面试人家没有让写代码 人家只是让把这个UMR内图换完 但是我们这儿呢 还是把代码写完了 我相信如果是你把UMR内图 看得差不多的话 那这个代码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如果是你感觉有点难呢 首先你要把这个UMR内图看懂 然后再去来重新看代码 不要光看代码不看图 好 那这个题目呢 讲到这儿就已经结束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